你好呀,我是林白 在王城下水道前半部分有一群非常阴险的尖牙小恶魔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轻松的把他们都给清掉 就是用太极推和拉地支 我们先把他给推下去 不管用什么武器只要能把他给推下去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切换成印记和法杖 接下来只需要用到祷告雷电枪和魔法重力球就可以了 首先右边管道侧面有一支用雷电枪打下去 同个管道上方有一支雷电枪打一下 然后再切换成重力球 先等待等到他转过第一个弯的瞬间 再释放重力球就能顺利的把他拉下去 就像这样刚刚好 同一个方向不远处有一支躲在木箱后面的 非常的阴险的先用雷电枪把他给引过来 用同一个方法等他转过第一个弯再释放重力球把他拉下去 左车站是安全向前走几步 先解决在管道上面走的这一支 不要我和他中间没有给站立的点 用重力球就可以把他拉下去 还是同一个方向再次火冰就会发现一支 这一支只要丢到三处雷电枪 你就会发现他就卡在那里 是没什么用 但我们可以补状态 先和一拼篮再准备重力球 往右侧管道往前走几步调整一下角度 再用锁定尝试锁定他 他出来了 再用重力球把他拉下去 好了 再往上看不要往前走 再往上看有一支 用雷电枪再丢一下 这时候往后走再往左走 到这个平台往后一点的地方等 他下来了锁定等他过第一个弯 再用重力球拉下去完美 然后再往前走 往左走再往前走 看到管道上面有一支 这个可以直接用雷电枪打开来就能掉下去 接着往后走左转 一直往前走到前面的平台 我们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支非常的阴险 只要我们走到这个平台 就会触发他爬上来 但是他故意延迟了几秒才爬上来 等他爬上来直接用雷电枪推下去 拜拜 好这个平台后面 还有一次我们用重力球直接把它拉下去就好了 如果这边用雷电枪的话他会卡在上面的 还要越过平台顺着管道走 走到第一个拐弯处 往左拐 走到靠墙的地方往右看 锁定视角会看到上面有一支 这里我们直接用两个重力球拉下去 第一个重力球他会掉到管道上 第二个重力球再把它给拉下去 无论是先用雷电枪还是先用重力球都是一样的 这里前面有一支非常阴险 这里往前走 往左拐 一路冲刺 直接跳到对面的平台上面去 跳到上去之后 往回头看 锁定 直接用重力球拉一下 如果没拉下去再拉一下 他落地的时候 如果你又不拉他 他可能就直接跳到你面前来 好这一篇清完就可以安心的去打龙虾了 拜拜